刘家团25岁 浙江人大专 宁波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应用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家团 今年25岁 来自浙江零水 毕业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景观生态环境学院 工程应用技术专业 大学之前有两年的创业经历 大学之后有两年的实习加工作经历 想要来这里寻求一份管理类的工作 和管培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推荐理由是什么 这刘家团大家看这形象就比较特别 穿着毛侃尖 棉侃尖 再穿个短袖 头发竖成这样 我觉得挺特别的 这是最流行的发型现在 男人要想混得好 头发必须向后倒 看来 那我们这都没法混得好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所以他以前创业就卖过衣服 也干过打印店 后来就环游中国 骑车或者是用搭车的方式 这过程就很复杂了 所以另外他在沿途过程当中 他也进过警察局 然后在塔克拉玛跟大沙漠 差点就虚脱就倒在那了 然后后来沿途他也自己做生意 到尼泊尔刀等东西卖了 赚了几万 然后中间甚至还开过一段时间 小旅馆 然后赚了 也是赚了几万块钱 然后接着上路 所以他是一个人生经历 还挺丰富的一个人 就边玩边做生意是吧 对 就是边玩也不忘挣钱 然后最后呢 他是希望应聘公司做销售 或者是呢 工程管理 因为他自己是学建筑工程管理的 这两个职业他都可以考虑 我们很多人是希望站着就把钱赚了 你是玩着就把钱给赚了 我更希望是这样子 那你这么有情怀 这么有能力 干嘛到这来呢 你玩着都能把钱赚了 就像我碰到一些朋友说 他说他也可以唱歌 也可以助唱 也或者说可以画画 但我觉得这都不是长远的工作 真正的一份工作 能让你稳定下来 能让你拥有一个家庭 你现在为什么想稳定下来呢 你不一直在游走吗 不 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我一直都说我是一个有梦想的男人 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第一个梦想是环游中国 毕业以后环游一次中国 这是第一个梦想 对 第一个梦想 第二个梦想是什么 第二个梦想就是 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第三份是什么 第三个梦想 爱情 家庭都进入稳定的状态下 再进行一次世界的一次环游 你要带着你老婆去环游 对 我更希望是这样 第一个梦想已经结束了 对 但是在第一个梦想过程当中 你有了一些总人听闻的一些经历 比如过进过警察局 写过遗书 对 这些事结合起来说给我们听一下 这个遗书是主要针对什么 主要针对是帮助我的人 有可能路上出现这个意外 事故 事事无常 跟他们没有 就免责 对 免责 免责 那你能说一段 你遭遇的最大的风险的一段经历吗 其实我这一路过来是比较平和的 没有太多危险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做的一个是准备很充分 第二个是防范意识很强 一点危险都没遇到过吗 那也有 说一个最危险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 整个沙漠横穿的话是522公里 整个沙漠公路成为世界奇迹之路 奇迹公路 那我将要用三天的时间去穿越它 在到达20公里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没力气骑了 那这时候来了一个 维吾尔族的一个大叔 他开着一辆救护车过来了 他问我说 小伙子你要不要把自行车放在我 这个汽车上 他说我帮你带过去 我说不用 谢谢 我说我既然是骑车了 那我就要骑过去 他就马上到这个 自己的座位旁边 拿了一块 一个手掌的一块羊肉给我 你就告诉我危险在哪里 听到现在都没看到 就虚拖吗 你的旅行听着挺平淡的呀 旅行就是这样 旅行其实不一定要说 要很惊险 要出什么事故 我想要说的点 他们不愿意听 然后他们想要听的点 我又觉得 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 我觉得就是那句话说 很多人走了千山万水 还是个有无差 为什么 就是埋头赶路 不抬头看风景 你走了这么多不同的城市 你可以说一说 你走不同的城市 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你的思考和认知是什么 这里我其实中间还有个目的 因为我自己本来觉得是 一个建筑设计 这么一个建筑工程 这么一个专业 我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 民族的这个文化 和自己国家的这些建筑 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刘家团刚一上场 给我的感觉是很惊艳的 军库 对吧 露得短壁 明显是感觉很干练的感觉 但是随着他的故事不断深入 我觉得是 期望值不断地降低的一个过程 你说话具备一定的调理性 对 但是不能深入 而且很没趣 没有内容 所以大家伙都不愿意听了 这很成问题 没有内容 只有框架 你不像是一个 走过千山万水的人 感觉就是走了一路都没有入兴 咱就谈点实际上的事 能干什么 想拿多少钱 然后工作地点在哪儿 我们就开始选 好吗 行 第一 工作地点 江苏以下 就是江苏 上海 浙江 你说的真系啊 然后薪水不低于 三千 所有的基础工作都干 工程管理这一块 它主要是 工程管理这一块 第一印象 对 第二印象 第二个就是 助理或者是管理这一块 助理或者是管理 然后第三印象就是管培 管培 那你原来说的 不是说销售吗 就是管培销售这一块 不停地讲管理管理 你是怎么理解管理的 你认为管理培训生 要做什么 管理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 道 天 地 降法 什么意思 你这说什么 就是所谓的道 就是讲究的是一个领导者 和一个 政策思想 能够和下面的自己的同事 领导和管理有区别吗 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领导是这个 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 那是看来的理论 自己不真正懂对吧 家团你为什么不考虑 像尹峰 像通灵珠宝 他们有大量的 加盟连锁的装修 工程的督建 这样的岗位 那这是你的专业 也是你的求职 你怎么现在又换了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 最好是能在那里 我里吧 他整个应该是糊涂的 有有 什么事都没分清楚 这个家团属于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这个背包客玩得太严了 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干嘛了 想回来 关键工作 我们是觉得他玩也没玩好 这个小伙子 是想带着出事的心态来入市 他本来是说 我做一个背包客 我有着无上的情怀 我不注重价值 不注重名利 不那么世俗 但现在我要回到 现实生活当中来 所以突然之间 他没转换好 我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要的是 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你变得有点语无伦次 手足无措 对吧 好 不说了 他现在一定有点面色苍白 那瓶水给他喝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江苏以下 包括江苏 各位 好 还有五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喝了多水缓过来一下了吧 放放你的PPT好吗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其实是one piece 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叫海贼王 追寻一个自己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每个都要翻译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怕一些观众可能看不懂 所以我就 不是 你直接写中文不就是了吗 因为我必须要简直 他这个中文是由来 头写字母就是one piec就是one piece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不是我自己的 那我问你那些英文你明白吗 这个翻译是你翻译的 还是别人翻译好的 别人翻译好的 你能把这念一下吗 你把这念一下行吗 就是英文念一遍 中文念一遍 overcome myself 就是克服自己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 never get the rest 的 不好意思 那你干嘛要搞个英文上来呢 就是 搞得我们以为你的英文能力不错 我能理解 因为他这个海贼王是个 国外的这个片子 所以他那个有一个 关键的画是one piece 对吧 然后你拆解 但我觉得那个最后一个那个 那个emotion那个多写了个o emotion是吗 emotion 对啊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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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总弄一些这个治理名言来装表 结果倒的自己都不记得是影子于哪里吗 类似于你刚刚引用的孙子冰法似的 你知道吗 其实以后啊 踏踏实实的 别包装 要不然的话 你引用出来 又不知道引用到哪里 那是作死啊 来来来下一张 孤军奋战 其力有限 众志成城 坚不可遂 这谁写的 这个也是网上一些早日的 没有特定的人 对 来下一页 这个的话 是我参加六个月的这个设计医院 然后做设计师助理 然后做的一个设计 你这是写出了字吧 一个不注意小事情的人 便 便永远不会成功 大事业 这一句话里面 一个辫子是错了 其实这句话是这样子的 一个不注意小事情的人 永远不会成功大事业 你发现了没有 你这些全是小事情 你这自己给自己挖坑呢 一个不注意小事情的人 这从开始到现在 多少个小事情 你都没注意了 说白话没关系 你非要弄一些名言哲理 自个儿又弄不明白 还字打错了 结果导致的本来是想包装 结果变了成了出丑 不好意思 家团你都走过千山万水了 不用在乎这些 对啊 这些形式 下页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名言 一个不注意小 还是那句 这个就是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细节还是蛮重要的 对 这是你参与过的那个工程 我做过这个画过图纸 然后我觉得自己还蛮细的 这是你设计的吗 就是这两个 这些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工程 然后做的这个造行 这是你做的工程吗 对 是酒店吗 对 对对对 是你设计的还是你监理的 监理的 监理 对对对 就是施工单位 施工的 下一页 下一页 这是我做的一些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穷游应该是拿最少的钱 过对得起自己的旅行 这是你写的吧 这是我写的 你就自己写多好 你看 握子用的也不好 对 多好 这终于说了起实话 对对对 天降大 这个就不限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来自于什么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其实我不一定美食都能找到汽油 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烧饭 那也可以捡牛粪 然后也可以捡柴 一边捡一边走这样子 能吃苦 有计划 很细心 家庭和睦 有爱 是吧 就说这些 这个意思吧 对 行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好 五盏灯继续保留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线的职位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区分期的区域销售 工作的地点可以在浙江 也可以在福建 KPG给你留的职位是 营运助理 然后可能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当然是工程方面的 工程助理方面的 我觉得这方面你可以先从监理开始 因为你有基础 第二个 在刚刚所有PPT里面 虽然内容不是特别吸引人 但是我觉得乍一看 在形式审美上 还是有那种框架美的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骨子里 还是因为专业的学习 有一定的审美基础 我建议你未来在这个监理的基础上 了解更多咖啡机文化和美学之后 你能够真正进入设计师团队 我们设计师团队很庞大 而且他们除了基本的底线 还是有很好的提成的 那么第二个工作岗位 就是你想做的管理 营运助理就是为了进入营运团队 从一些初级管理的工作开始学习 但这方面我觉得你不够细腻 路可能会比较艰难 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的文艺范的 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逐步会提升的 通灵珠宝给你的工作岗位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我们比利时国里蓝色火焰事业部的工程监理 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另外就是一个管理培训生 我们看看你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潜质 工作地点是你所希望的江南南京 家团 我觉得旅行其实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但我现在认为你还没有见到自己 如果你来我们OKCoin 特别不好意思 我会先让你去克服待一段时间 因为你需要沉下来 然后再转销售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黎金所的商务专员 那么工作地点是在杭州 然后我能再问一下 就是银州这边就是你的地点是在 江南嘛 也是江南 是吧 不是江南它不留下来的呀 谁敢不听你的话 江苏以南 对不对 对不对 来 五盏灯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 来 我们有请尹峰东军弹琴不上感情 请揭晓 4500 比预期高 4000加 也比预期高 雷有问题 赶快问 那个小伙子 你为什么会这么选 这两份工作需要特别踏实 特别细致 并不是单有文艺份 没有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 他真不是 我跟你说 他就是很踏实的人 对 他只是想要那个文艺份儿 但是现在表达不好 有时候你们就觉得没看懂 就是银州这边的话 一个是大概的工作地点 然后这个包括食宿这样子 然后工作岗位 在湖南长沙是包食宿 在北京的话是包住 包住是 食宿大家自由 对 好 谢谢 这是你的基础入门工资 但是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大的 我会努力的 我们相信 还有问题要问吗 神总这边的话 工作地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工作岗位的东西在 工作地点是南京 工作岗位我刚才跟你说了两个 一个就是管理培训生 我们看看你在运营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 有没有这种发展的潜力 但是我倾向于做你过去的专业 就是这个工程设计 包括工程建立 可以有你这个创作的空间 那如果讲文艺范儿 肯定咖啡机会更文艺范儿 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谢谢 价钱不想加一点吗 我已经很满意了 谢谢 好的 好 你看多朴实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努力 或许以后加工会更容易 好好好 又蹦出来去治理名言 又蹦出来去治理名言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一或者是通明珠宝 哪一家企业更有文艺范儿呢 咖啡之一或者是通明珠宝 哪一家企业更有文艺范儿呢 答案就此揭晓 请问是 银总 银总 这有文艺范儿是吧 有的 不是 我�를久不见了 bore